肖战西安镇话剧如门接近尾声 粉丝花海松祝福 极致浪漫引发观众动容 演员肖战可以说是当下 内与实力与人气并存最火演员之一 当初他尝试参演话剧如门 可以说震惊了不少媒体和观众 有些人等着看他笑话 可惜肖战用三年72场话剧 上下场一共8小时 差不多1万多句台词 并且零失误没有NG 时宜武汉终于西安 肖战用一次次的完美演绎 向众人媒体宣告着他的华丽转身 实力的升华 演员肖战用自己的实力 赢得了所有人的口碑 满场的花海 是粉丝观众对他满满的爱意与祝福 试问一个积极向上 奴隶拼搏的正能让演员有谁不喜欢 演员肖战在话剧舞台 完美诠释五号病人 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与抉择 由此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未来目标的明确 头脑清醒 为自己的闷想默默的付出与努力 细想他的自身的颂养与自路是有多高 眼下西安场话剧如梦之梦即将抽关 那么演员肖战必然会投入新的工作当中 不管是星际开机还是进京大萤幕 演员肖战并不是单身前网 他的背后已经汇聚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观众 为他护航与守候 总之在还没有正式官宣肖战新动态的时刻 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期待他的代播剧吧 最后再次预注肖战西安城话剧圆满收官